我时常有捐款给慈善机构 最近有人说 只是出钱是没有功德的 应该要自己去慈善机构帮忙才有功德 此类说法是否成立 那首先在我们还没有谈论这个之前 我们问自己功德是什么 基本上功德就是善业 这个善业会带来果报的 所以我们就叫它功德 其实它也是一种善业 那么善业的种类很多种 给钱 布施 这是一种 那给服务 提供服务 这是另一种 也都是一种善性 它也会带来好的果报 它也是善业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 这两种服务的付出和物质的付出 金钱的付出 是两种不同的付出 只要你是真心的付出 善心的付出 那这个善业就会带来好的果报 所以都是功德 不能够说这个才是功德 那样不是功德 一切的善法 一切的善业 都有功德 我们也这么看 只是至于哪一个功德大 哪一个功德小 这个暂时不要去计较 我们因缘到哪里做 应该做什么 我们就做 有些时候需要钱 我们出钱 需要劳力 我出劳力 这都是好 然后我有能力出劳力 我就出劳力 我有能力出钱 我就出钱 我有能力两者都出 那我就两者都付出 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不用去苦恼 哪一个大 哪一个小 应该尽力而为 好的事情 应该尽力而为 所以这个东西 没办法一个一个就衡量的 一个一个就衡量 没办法 因为行善的方式有多种 功德也有多种 布施的方式 也有许许多多的种类 那个成分啊 很多条件啊 都有的 因缘呢 它其中的因缘是错综复杂的 但是呢 简单讲就是要有一个三性 不管是那个因缘是如何 如果你只要带着善心 真的 也希望带来好的结果 也有人得到好的结果 那你肯定是有功德的 那就不要去担心 哪一个功德大和小 所以回答来我们的问题 出钱是没有功德 这种说法不好 我们千万不好 掉进这种违背因果的言论 因为别人做善事 只因为他做的善事 不如你想象 你要他做另一种 那你就讲他做的不是 这种是罪过的事 我们必须说 这也是善行 但是可能这个慈善机构 目前它需要的是人力 那可能如果你能够付出人力 你的付出会更契机 刚好是大家所需要的 那更殊胜 你可以这样讲 因为它是刚好到位的那个付出 真的 当我们在行善布施 或者做服务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付出 是刚好到位的时候呢 有些时候即使是小小的付出 但是呢 带来的结果其实很大 可能就是那一点点 可能就只差那一点点 它就成事了 那么你就在那个关键时刻出现 付出那一点点的钱 或者是那一点点的劳力 可能你就把整件事情完成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不可小看 出钱也是重要 可能就差那一点点的钱 做劳力也重要 可能就差那一点点的劳力 所以让我们不要因为 我们坚持的某一种善行 而去否决另一种善行 不要有这种心 别人的每一点一地的善行 每一个小小的善描 我们都要珍惜 我们都要给予鼓励 我们自己也是一样 对于自己的每一个善 我们要认可它 让它能够慢慢变成大善 感谢观看